荣耀的早晨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 主 祢能离合起的伟大 在祢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祢却没有难成的事 出名的离合起的伟大 在祢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祢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祢能离现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祢神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祢的力 我向祢全心祈祷 我向祢全心祈祷 祢神既如此真实 祢能离合起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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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自来维会 祢能离合起的伟大 祢尔三 是依靠实力 乃是依靠祢的力 我向祢全心祈祷 一生既如此真实 祝祢的能力和其伟大 祝祢能力和其的伟大 在祢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祢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祢能力和其伟大 我要全心的相信 一生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但是依靠祢的力 我向祢全心祈祷 一生既如此真实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 祢能力和其伟大 我要全心的相信 一生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乃是依靠祢的力 我向祢全心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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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既如此真实 你生既却是靠近 在这平行 而我 要明信心的生命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 祢能力和其伟大 我向祢全心的相信 我要全心的相信 一生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但是依靠你的力 我想你全心祈祷 你生气如此真实 让我感到软入无助 你能预先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 但是依靠你的力 我想你全心祈祷 你生气如此真实 我想你全心祈祷 你生气如此真实 我想你全心祈祷 你生气如此真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让我全心祈祷 祝你的生气如此的真实 祝你的生气 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主啊当我们认识你 主啊当我们通促到你 主我们就看见这个生气 彰显在我们生命里了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生命当中 因着神你的生气 主啊使我们里面充满的力量 充满的盼望 因为我的神是行神机的神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耶稣赞美你 一早来到你面前 主啊主啊 孩子就要赞美你 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主啊 我孩子来到你面前 叫你献上感恩 主谢谢你 主啊主啊 孩子也需要 主啊再来到你面前 更多人来祈求你 主啊主啊 夸孩子软弱 因为这孩子知道 主我夸我的软弱 你的能力就在我孩子软弱上 彰显出来 主我们赞美你 一早来到你面前 就要把感谢献给你 赞美主 是的我们要赞美主 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主我们也知道 你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 你是在跨野里面开道路的神 是的主不是依靠势力 也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们方能成事 主帮助我们全心相信 我们依靠你 我们就可以来成就 你要我们成就的神迹 主啊 因为你是新神迹的神 阿们 我们敬拜你 因你是又真又活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主你不是一个理论的神 你不是一个被关在圣经字句里面的神 阿们 你不是一个只存在于 过去以色列人历史的上帝 主你是又真又活 与我们每一天同在 带领我们认识你的大爱 带领我们进到你丰盛生命里面的那一位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早晨就要来敬拜你 阿们 你是活神 你活着 我们也要活着 阿们 早晨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心 一个敞开的灵 抬头仰望那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父神 阿们 感谢主又是丰盛得胜的一天 我们来看今天神要给我们的玛拿 在历代之下 第20章第20节到第33节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次日清掌 众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文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约沙法既予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兵 扶兵及沙纳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人 摩亚人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 击杀住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住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见尸痕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 建了许多财物 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惜待 因为盛多 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 直到今日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救生惧怕 这样约沙法的国 得享太平 因为神赐他 赐尽平安 约沙法做尤大王 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效法他父 亚萨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祖的神 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 我们常常在敬拜神的时候 赞美神的时候 称颂神的时候 都会引用约沙法的赞美大军 击败了他们的敌人 这段故事 我想这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神迹 让约沙法王跟所有的犹大的百姓 他们都经历到神心伟大的神迹在他们当中 他们没有真正的跟敌人接触到 因为他们只是在军队的前面 设立那赞美耶和华的团队 他们还到望楼上去看一下敌人的时候 才发现耶和华已经帮助他们 把仇敌全部击败 他们的刀 他们的弓都还没有拿出来用过 耶和华就已经让他们经历到 耶和华的得胜 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 伟大的赞美 他们收拾这个战利品 收了三天才把它收完 我想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对约沙法王 对整个南国的百姓 都是很大很大的神迹奇事的经历 但是我们常常读到这边就读完了 却漏了看最后几节 最后几节告诉我们说 可是百姓仍然没有立定心志 要归向耶和华 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神迹跟我们的生命 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非常需要神迹 没有神迹我们没有一天活得下去 甚至倒过来说 每一天都是倚靠神迹 我们能够站立的住 如果没有神一切的恩典 没有神的大能的托住 谁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竖紧腰带 说主啊 你的仆人使女在这里 求你拆遣我 一个不知道我们是靠神迹而活着的人 是一个骄傲的人 甚至是一个自义的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迹 又会有很多的疑虑 因为往往我们经历了很大的神迹之后 不一定我们的心 就会立定心意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来了解 到底神迹的意义是什么 神迹其实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 这是神迹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可是我立定心意要归向神是什么 是我要与神同在 因此神迹是神与我同在 但是我委身 我愿意专心跟随神 这是我与神同在 神迹我们不能预测 神迹我们也不能操作 任何想要操纵 甚至复制神迹的行动 都可能让人失望 那既然神迹这次发生了 我们感谢神 因为祂彰显了祂与我们同在的 大能与大爱 可是至于下一次神迹 什么时候会出现 以至于我们再次经历到 神与我们同在的大能与大爱呢 我们无法预测 也不能操控 我们只能等候 因此在这一次的神迹 跟下一次的神迹 被我们发现 被我们经历的这中间呢 就是我们要立定心意 归向神 在神这一次与我同在 和神下一次大大与我同在 这个中间 就是我要选择 我要与神同在 今天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或教会 谈到神迹会很谨慎 甚至会却步 甚至到了一个比较极端 就是我宁愿只要有生命 我也不要有神迹 我想过于不及 都是非常可惜的 很多时候在批评 对于神迹的问题 其实这个观点 叫做消费主义 什么叫消费主义呢 就是我只在乎 我现在 我当下 我感受的满足 而取终人善之后呢 并没有给我的生命 带来什么深刻的影响 这是很多人 在经历神迹的时候 会犯的问题 就好像你去看了一个非常 灯光 这个视觉效果 非常震撼的好莱坞电影 可是你离开电影院之后呢 你什么也没有带走 你只带走一个票根 就好像你这个参加了一场 你觉得非常享受 这个敬拜非常好 讲道非常好 见证非常好的一个主日崇拜之后 你离开教会 回到你家 你什么也没有带走 你只带回教会的主日周报 甚至包含今天早上 大家在收看祷告大军 跟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来享受神的马郎 跟今天的带领的时候 可是可能等到下午你发现 节目结束之后 你什么也没有深刻的影响 你只剩下你手中的遥控器 更进一步说 我们这些早上一大早 就辛苦来预备 录制这个节目的 同工弟兄姐妹们 可能这个录影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心情激动 我们与神大大连结 可是录完影之后 我们可能只剩下怎么样 好累 终于录完了 这叫什么 这叫消费主义 就是你只有当下感受很强烈 可是取终人善之后 其实对于你的生命 没有什么太多深刻的影响 我想这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批判这个神机 我们用一种廉价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神机 在消费牧师 在消费教会 在消费聚会 在消费good tv 在消费敬拜 我想我们应该被提醒的是 到底除了当下的满足之后 对我的生命 有没有产生一个 哇 主啊 谢谢你 刚刚与我这么大的同在 主啊 在我下一次 经历到你更大同在的 这个中间呢 我要选择与你同在 我不要选择与我的恐惧同在 我不要选择与我的忧虑同在 我不要选择与我的受伤害同在 我不要选择与我的嫉妒同在 与我的愤怒同在 与我的忧伤同在 与我的孤独同在 主啊 我刚刚经历你那么大的同在 因此我愿意继续停留在你的同在里 我愿意立定心智归向你 这才是我们来真正应该面对神迹 以及等候下一个神迹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很多时候为了防止消费主义 既有神迹歧视 或是好的聚会 但是沦落成廉价消费 很多的神学的批判就会出现 刚刚讲的消费主义批判就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过语不及 都是不妥当的 我们有时候会看见 有时候有一种观点在解释神迹 说神迹它就只是一个记号 要指向行神迹的那一位上帝 那在福音书里面 就是神迹只是一个记号 要指出行神迹的耶稣 祂就是弥赛亚 我想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神迹它不会只是记号 因为神迹如果只是记号 其实反而把耶稣 把上帝推向功利主义的一个陷阱 好像我行这个神迹 其实我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对你也没什么感情 我只是行这个神迹 要你来信我 我教会我基督徒对你好 我去探访你 我开这个社区工作 我去为你祷告 好像这个对你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要你信教 我只是要你受洗遍基督徒 来我教会聚会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神迹 它真的是一个记号 它要引导我们去指向 是谁做了这个神迹 谁竟然能够做这个神迹 原来耶稣基督 祂就是神的独生儿子 原来神就是有能力 又信实慈爱的神 这个是正确的 但它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看在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大部分行神迹的时候 都不是功利主义的 不是说我行这个神迹 你就立刻要来信我 不是 祂通常行神迹的时候 祂很单纯的就是看见百姓有需要 祂怜悯这些百姓 祂爱这些百姓 在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 祂并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思考 祂是充满了爱 充满了怜悯 充满了对人类苦难的认同 而带来盼望与救赎 因此任何把神迹 指这个符号化 或是抽象化成为一个记号的话 我觉得其实它对我们的生命 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我们真的是在神迹与生命里面 我们都双重的来享受神 双重的来进入神的同在 也让自己的生命与神同在 而不是让神迹与生命 成为辩证的两端没有交集 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我们要渴慕每一天都要来经历神 我们要恳求主 每一天都都活在神迹里面 举其你敬拜的手赞美的手好吗 因为你能够活到现在 天天都是神迹 我们开口为自己来感恩 哈利路亚 主 我们感谢 主要让每天可以经历神 神迹就是神的彰显 主要让孩子每天可以 看见神的彰显 你的恩典 你的荣耀在孩子的生命里 主那就是何等的神迹 主 还是每天可以看见 今天可以敬拜 那就是神迹 主啊 活着的每天都是神的恩典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让我追求你的神迹 让我佛地神迹 谢谢祂的恩典 主啊 世的感谢祢 主啊 每一天的日子 当我们可以张开眼睛 看见上帝你的恩典跟作为 那就是神迹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天每一天都可以因着经历神 主啊 我们可以献上感恩 主 让我们来说 神迹就是神里荣耀的彰显 主 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刻 主啊 都有神的同在 那就是神迹 主 我们感谢祢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排斥神迹 我们也不太过于高举神迹 主啊 让我们知道 神迹就是神里的彰显 就是祢的同在 谢谢耶稣基督 我们追求祢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赞美祢 主 谢谢祢 就造成祢 让我们重新思想 什么是神迹 主 谢谢祢用爱 来爱我们 主 谢谢祢用神迹 来表现祢爱我们的方式 主 早晨还是求祢 放一个渴慕的心 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渴慕 每一天来经历祢 主 我们不是追求 那个神迹的彰显 而是我们要渴慕 经历祢 因为主 这是祢爱我们的方式 求主真的是 让我们再次地说 主 我们愿意 愿意真的是与祢同在 让我们在还没有看到 那个改变的时候 主 我们愿意激励祢 相信祢 相信祢 相信神迹就是与我们同在 主赞美祢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是的 我们继续来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神 每一天来与我们同在 而我们也需要每一天去与祂同在 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智 我今天要与神同在 我不要与我生命中各种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同在 我要与神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与主来立约 我们要归向神 紧紧跟随主 把祢的心献给主吧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 孩子 感谢祢 主 让孩子每天定义归向你 主 不但神迹张牵在整个世界 那种环境当中 主 让我定义归向你 主 是我的心 主啊 与祢连接 与祢同在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让我紧紧的跟随祢 主 祢 祢 我们赞美祢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 事的清晨 我要来到祢的面前 我要跟你说 主 我要紧紧的跟随祢 主 祢带领我们 主 让孩子 主啊 在每天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主啊 都不断经历到 神祢的大能与我同在 主啊 主啊 祢的话语要成为我脚前的灯 主啊 要成为我路上的光 主耶稣 让我能够不断的 紧紧的我的生命 主啊 要紧紧的与祢相连 主啊 就如同葡萄树与枝子一样 主啊 要紧紧的连结在一起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父神帮助我们的生命 主啊 时刻时刻 是与祢紧相连在一起 是的 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 早晨就要向祢立个约定 主啊 还只要跟你说 孩子要紧紧的跟随祢 主啊 祢帮助孩子 主啊 主啊 在今天的所有的时刻里面 更多定精在祢的身上 主啊 祢也帮助孩子 主啊 主啊 不看自己的软弱 不看自己的负面 主啊 要用祢的眼光 主啊 来看祢赐给孩子生命中的美好 因为主祢就是美好的神 主啊 主啊 还是要定义在祢的身上 定义主啊 在祢的美好的一切事情上 谢谢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的 愿我们的生命 与神迹充满了平衡 最平衡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活进圣经里面 再从圣经里面活出来 圣经不是让我们参考参考而已 而是鼓励神鼓励我们 活进祂的话语里 并从祂的话语里面再活出来 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 愿我们活出圣经的教导 成为神贵重宝贵的器皿 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愿意孩子的生命 能够真正更多的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 而活出祢的生命 主啊 让孩子成为一个宝贵 神祢是看重的宝贵的器皿 主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炒作磨炼 主啊 使我们够彰显祢的荣耀 谢谢祢祢的祢 赞美祢 是的 主我们赞美祢 主啊 因为祢赐给我们圣经 主啊 祢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主啊 让我们每天的行为举止 都有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轨道 主要帮助我们不只是 主要我们读圣经 我们要活出圣经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祢贵重的器皿 为祢所用 主 谢谢祢 愿我们能够真实行出真理的道 主也叫我们真实生命 能反映出基督的样式 愿我们天天跟随祢 因为主祢爱我们 谢谢主 向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祂 完全的能力 得到祂的爱 哈利路亚 让我感到软达 让我感到软辱无助 让我感到软辱无助 祢能力显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祢神基督是真实 不是刺激 依靠实力 但是依旁你的力 我向祢全心祈祢 你身体真是真实 无法经历 无法尘 去